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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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石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石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石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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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葛亮屯兵于汉中 意欲观我动静 臣建议令各郡都督恶守边城 以境制动 之后再潜意上将出战赵云 赵云乃蜀中五虎上将 永贯天下 谁敢出战赵云 陛下 先父战死汉中 臣与蜀军不共戴天 请陛下赐臣以关西军出战赵云 上报国家 下雪复仇 陛下 夏侯驸马壮志可嘉 可他未经大战恐非赵云对手 更有诸葛亮在其后 臣建议 还是请大将军曹真挂帅 大司徒曹修为父 提国中大军迎敌 王郎 我自有身学韬律 你怎敢欺我年幼 莫非你暗通诸葛亮 欲为内应吗 仅听将军这句就足见你心急如火 这本身就是邻敌大计啊陛下 臣如若不能生擒诸葛亮 赤不回朝 陛下 夏侯将军乃先帝之驸马 忠勇无双 若使之出战赵云 必养我大魏天威啊 夏侯将军 臣在 朕受你为平息大都督 着领关西军二十万营笛 你务必要生擒诸葛亮 告慰先帝天灵 臣领旨 老师 上天朕 殿下 金 一大门 小军 剑 殿下 封下 赵 能让缘 参加 峠 弹 救 叁徒 以施壮刑 并传孙权口谕 助丞相齐开得胜 备伐成功 也罢 收下吧 你们知道孙权言下之意吗 孙权是以靠军为名告诉丞相 我军的行动他了如指掌 所以才于三天前 将酒摆在我进军路上 至于 助我军齐开得胜等于 恐怕就言不由衷了 他既不愿意看到我军攻城 也不愿意看到我军大败 他最希望看到的 乃是鼠位两败俱伤 不错 那就让他拭目以待吧 报 报 丞相 前进雨到三叉口 赵将军请命取哪条陆进军 据图来看 诺 拿图来 进阀中原共用两条大道 右路经斜谷 左道可出骑山 วら Dio 以后 第一条大道 怎么会谈你 此事 刘道 一路 comments 还不说 还不说 一路去 不许 乃 转 并无第三条道啊 途上没有 途外确实有啊 温禅何意啊 在这儿 丞下 你若给我五千精兵 让我率军穿越秦岭 经子武谷直笔长汉 十日之内我便可见功 秦岭极须难刑 一旦被敌军发现 必陷入重围 全军吐尸山谷 不 曹瑞万万想不到 我军会穿越秦岭 越是危险之处越是无妨 我只需精兵五千 便可出其不义 直到长安城下 直到长安城下 其兵之功倍胜于重兵 我只需精兵五千 卢岸丞相所说 处齐山 直笔长安 则费数月不可到达 而且沿途有敌兵不防 须一城一寨的功打 旷日之久 何时可得中原啊 北伐乃兴王大业 万万不可喜 我大军当寻拢佑平坦大方 依法进兵步步为矣 如此进军 我纵然不能速胜 也万万不会失败 哥 就这么定了 走大道 传命吧 喽 攻打长安这乃是天赐良机 想不到丞相 竟是这般的谨慎 魏妍呢 你记着 丞相生平从不弄邪 因此才百战百胜 兵法精髓就在于一个棋子 如不敢冒险 何来起兵 丞相 细作传来军报 曹瑞任命下侯驸马为平夕大都督 引西凉兵出战 此人乃高粱子弟 徒有虚名罢了 不足律业 还有 据说司马仪被排挤出了洛阳 出任雍梁都督 什么 雍梁乃恶守长安的咽喉要道 难道我的禁军方略被曹瑞识破了 我看不像 曹瑞如果识破了丞相的禁军方略 必再雍梁增兵 少计说雍梁守军只有八千 并未增加一兵一俗 司马仪极善用兵 有他在 又如十万大军 那依丞相之间 看不见 杀了他 派刺客 杀人何须用刺客 有时流言也能杀人 而且是杀人不见习 曹真曹修不是在猜忌司马仪 是 否则 也不会把他贬到边城去 嗯 父亲 这都是新墨的冰状 是 不少了 到今日为止 要一万五千多了 俩月内 必须扩军三万 诸葛亮已经出兵了 我料他必出骑山 进去长安 雍梁鳄于长安要他 早晚必将大战 可少奇探报说 诸葛亮是一个邪谷道进军 准备攻取内城 骑山方向并无蜀军 善战者能将千军万马藏于无形 蜀军入邪谷道 就是诱我朝廷打军的 到那个时候 他们必出骑山 可万一诸葛亮不出骑山 父亲秘密招募数万兵吗 我们该如何向朝廷解释 如果此事一旦泄露 清则 欧昭 曹真疼 众则会让天子生霉的 不如先给朝廷上道奏章 禀明此事 朝廷的风气也无事不知 奏章一上 陛下必将召众臣商议 等商议下了职 那诸葛亮早就打过来了 这区区发迁兵马 岂能抵达得住 可如果朝廷致父亲擅自扩军之罪 那又如何时候 我身为雍梁都督 负守城重任 你想想 扩军已失守 两罪数大数小 标记大将军 总理雍梁兵马大都督司马仪 仅以信义布告天下 昔日太祖五皇帝创立基业 本欲立曹子建为社稷之主 不幸被奸蝉交集 皇孙曹睿素无德行 妄自建卫 有父太祖遗旨 本都督 奉太祖天命 兴师讨贼 各地兵民人等 以归顺新军 陛下 你听听 你听听 司马仪要造反了 四伯 你说过 司马仪生性韬惠 如此张扬的告示 会出自他手吗 这会不会是诸葛亮的离间计 司马仪仅凭雍梁数千守军 他岂敢自立 陛下一律的是 不过 要是司马仪私募兵马呢 他敢 朕没有下旨募兵 臣接到密报 说司马仪在雍梁秘密招募兵马 已不下数万了 这是灭族的事 他胆敢不报 要害就在这里 他为何不报 陛下 诸葛亮大军已进入我国境 如果司马仪和他理应外合 立刻召集两万虎奔军 朕要亲自前往雍梁 拿他问罪 遵旨 杀 杀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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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 陛下亲率两万虎贝军前来 据此事理 父亲 陛下亲率两万虎贝军前来 去死室了 准备接驾吧 禀陛下 司马懿接着了 回话说即刻前来见驾 他带了多少护卫 只有父子二人 陛下 顾本军早已占据要紧 笼帐外 早已埋下二百名盗俘手 他们只有父子二人前来 他若真心谋反 为何不亡命呢 臣以为 只要司马懿 慕君属实 即刻以国法斩首 父亲 求你再想想 住口 如果亡命天涯 司马氏必被灭族 生死平天有命吧 你已行 臣司马懿叩见陛下 司马懿 你目兵了吗 目了 多少 三万零二百 大胆 朕准你募兵了吗 丁陛下 臣蒙天出朕雍粮 可是来了一看哪 雍粮兵少降雷 诸葛亮如兵出起身 臣断难抵挡 臣就想了 与其父战败失守之罪 莫不如目兵相抗 为何不暴揍于朕 臣有难言之隐哪 臣想了 奏折报上去 八成是不准 即使准了 没有三个月也批不下来 军情万极 刻不容缓 臣领兵在外 只好先斩后奏了 臣恳请陛下降罪 狡辩 司马仪 你说你目兵是为了应敌 而诸葛亮却是从邪谷道进发 你这里并无战事 弹劾应定 不过便可命 要出来 有马仪 就为此次来 救命 为何呀 和其他人 以便活 你尽敌政将 自吹 会 陛下 这是诸葛亮的反奸之机 陈受先帝脱骨之重 粉身碎骨 无以回报 安甘有异心 请陛下明察 明察 禀陛下 家父一片忠心 可朝日月 臣听到虎编军到来时 曾劝家父避难 可家父拔剑怒斥 说我如果敢逃 便立刻斩我 替臣的首级向陛下请罪 司马爷 朕念您与先帝 和皇族有救 暂免你一死 但是要罢夺你全部官职 返回故城 没有朕的旨意 遍步不准离开 臣谢恩 全部兵权交与曹修 四伯 朕令你镇守庸梁 臣遵旨 臣遵旨 父亲 你真打算中老故乡 有何不可 生于死死于死 太平中老难得知心也 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能活着回去就不错 能活着回去就不错 救命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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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确实败报 夏侯口口声声说 要生擒诸葛亮 结果如何 孙兵折马不说 连他自己也被赵云生擒了 国威军威俱丧 朕得颜面何在 还有呢 蜀军偏是阳洞邪谷 诸葛亮率大军 出骑山渡渭水 直逼长安 天水守将将为降暑 南安眉城 尚规天水 皆落入诸葛亮之手 大司马曹修 仓皇奔逃 弃首雍良 至此 蜀军已离长安不足百里 照此下去 不出数月 朕就要当王国之君了 禀陛下 老臣早就说过 下侯驸马非诸葛亮之敌 遇胜诸葛亮非大将军曹真 出马不可 陛下 臣才说之前 不堪当此大人 三叔啊 先帝曾脱孤于卿 如今 王国灭种之祸 拓在眉睫 你安心做事不管 大将军乃社稷之臣 不可在此 若大将军不弃 老臣愿随大将军出征 迎战诸葛亮 前辈若肯相助 即请出任军师 老爱卿 你已七十六岁了 朕其忍心一下 臣虽年老但治不老 人言诸葛亮尽妖 臣偏不信这个邪 早就想 擒妖拿魔 与诸葛亮振前一斗 看看 是魔高还是道高 好 朕拜曹真为大都督 王朗为军师 赐天子节月 驳二十万兵马 初战诸葛亮 臣临旨 所以真是 不可以 王朗其威尽 在野方的万侠 将军 Hyper 您肯定 Punk 他 在野方的岳珠 将军 这位皇上 推荐 头 将军 再与之交战 好 来人 交战 诺 魏司徒娃郎 来者可是王司徒 王郎 九闻足下大名 今姓一会 九闻足下 自称知天命识时务 何故兴此 无名无义之兵 武奉诏讨贼 何为无名 天术有变 神器更矣 有德之君 替换无德之人 自然之理也 自环陵以来 黄金昌乱 天下争霸 盗贼风起 奸雄阴阳 社稷 有雷卵之威 万陵 有道玄之急 我 太祖武皇帝 正都不认为 唐人 给这个 宝贼 我 不认为 宝贼 不认为 一 我 我 你 特别管愿 为何 兴此逆天之势呢 岂不闻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尽我大魏 代价百万 良将千元 铁蹄可平齐山 刀剑可穿苍穹 族下如果真有见识 何不 倒戈卸甲 以礼来详呢 我保你不识封侯之位 我原以为汉朝元老 必有高论 没想到 族下红唇白驰 却说出如此不堪入耳之话 我有一言 三君静听 你 王朗 誓受大汉国恩 举孝莲入室 要是还有半点良心 就该匡君辅国 除贼兴汉 而你 却贪图官位 助贼篡逆 你本该浅身缩手 苟图衣食 躲于暗角鹰沟行 蜀妾铲鱼之事 岂敢在队伍面前 枉称天术 好守匹夫 苍然老贼 你又何言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呀 老贼速退 杀你 污我刀 你 你 老贼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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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王子都给抢回来 回必然 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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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死了 将军 告辞了 这 这 这个诸葛亮真是个妖命 三寸肉舌头 把我的军事说死了 王朗位列三宫了 我可如何向天子交代 大都督 王大人殿下马后 我军军心已乱 末将觉得 诸葛亮很可能会趁乱前来劫营 大都督 不得不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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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设防 不如借王朗之死为诱饵 引蜀君来袭 等他们到了之后 我让他有来无回 末将将为拜见丞相 薄约啊 魏军沿魏水列阵 急切之间难以攻破 你是本地人 我想听你说说这儿的山川形势 是 并丞相 在这个季节 渭水变化无常 经常上游一夜暴雨 下游便水涨一丈 军马无法过河 也就是说 如果我军贸然进攻 曹真可能会趁为半渡而行 丞相所言极是 不过 在下倒有一计不知 你且说来 末将刚才去敌前观阵 发现曹军都在聚丧 谁死了 军师王朗 死了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啊 丞相阵前痛斥老匹夫 巨巨如刀如箭 足可载入青史 不过末将却怀疑 王朗微居三宫 更是曹真的军师 按理说他死了 应该密而不发 以免动乱军心 可是曹真却为什么要替他 大张旗鼓地沮丧呢 伯月啊 你眼光不凡哪 曹真莫非是想使诈 曹真必定是使诈 又是我军结营 你们再往深处想想 如果曹真诱我去结营 伏兵会设在那儿 伯月 你熟悉此地地形 你来说 伏兵一定会布在余山之侧 好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曹真物中诸葛亮奸计 兵马损失过半 发疏启元 更可忧者 王朗竟然在阵前 被活活地骂死了 现在 我军兵败如山倒 朝中一片混乱 众龙太傅 话心上表要朕御驾亲征 你看如何 老臣 斗胆问陛下一句 你归为天子 能有多少把握 战胜诸葛亮呢 朕不织兵 怕不能 陛下此话 足有自知之名 堪称贤主明君哪 但陛下只差一丝 知仁之名啊 老太傅何意 臣以为 为天子者 龙玉中宫 不必织兵 但须知仁 尤其是知道 用谁征战 用谁虎国呀 用谁啊 老臣 愿以全家的性命 导举一人 陛下若能用此人 那诸葛亮必败言 何人 此人乃大魏三朝元老 诸葛亮不惧曹真曹修 独怕此人 为此 他广不流言 释出反奸计 指他于死地 之后诸葛亮便可以 长驱直入朗 是 司马仪 正是此人 如今朝中上下 唯独司马仪 遇见诸葛亮 会出齐山 他在雍梁招兵买马 正是为了抵御诸葛亮啊 朕无听谗言 错怪司马仪了 朕 朕 会很无极啊 丞相 自从我军出征以来 我们屡战屡胜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丞相 中原卫军早已闻风丧胆 丞相何不乘胜进军 分兵两路 攻占长安与洛阳 不急 休整几日 补备粮草均械 之后 子龙引军十万 攻取长安 魏元引军八万 攻取洛阳 我自统大军 率众自厚跟进 如果顺理半年左右 中原便可大定啊 遵命 丞相 李延之子李锋奉命 从成都赶来觐见 有急事兵报 难道是孙权被约 起兵伐蜀了 快让他进来 进来 李锋啊 东吴是否已经进军了 何时进军的 领军的是陆迅还是他人 现在驻军何处啊 禀丞相 东吴没有进军 下官此行乃是奉家父之命 专程递送一封密信 这 密信何在 密信何在 立了大功了 丞相 不知有何喜事 可否适之啊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李延 竟然说服孟达返了 现在 孟达愿举新城十二万兵马 义其归顺于我 并让我定下日期 令他攻取洛阳 并生擒卫帝曹锐来线 孟达还说 时下卫兵都在外 洛阳只有御灵军把守 租国启示 他定能在青客之间攻破城池 丞相 此事可信吗 百分之百可信啊 当年孟达降卫是迫不得已 尤其是在曹丕死后 他经常遭受曹修和曹针的猜忌 孟达恐性命不保 早有反制 如今我北伐大军连战连劫 正是他将功折罪的好机会 现在不离宫更待何时啊 若如此 新城距洛阳距离不远 孟达如若起兵可攻其不备 魏廷必然猝不及防 有孟达相助 渠中原将会易如反掌 曹魏必亡 属汉当兴啊 李峰啊 你父亲的功劳 可是朝日月垂青史啊 马苏 替我写一道密信 告诉孟达 九月初十 让他率新城等处良将精兵 攻取洛阳 当日我也会举兵攻取长安 遵命 还是我自己写吧 众位将军各自回营 毫生休整待命 遵命 父亲 夏侯兵败被擒 曹真又丧失失地 咸阳大部分要阵都落于诸国粮 你看 朝廷是不是要被迫迁都了 陛下 陛下听信谗言 弃贤用奸 曹氏亲贵们更是屡战屡败 再这样下去 大魏撑不了多久 就要亡国了 父亲 父亲 你连一道奏折都不上吗 父亲 你是怎么想的 知道这琴曲吗 古曲 高山流水 父亲 是在期待知音 不过 今天的天子 不是你的知音 反而 是你的天敌呀 所谓天敌 往往就是知音 他们之间 彼此没有深深的理解 又弹劾天敌 林中的枣熟了吗 这 该守了吧 打些早来 我要尝个鲜 父亲 你是不是在等待朝廷的诏书 父亲 父亲 钦差大臣尽存了 传天子诏书 来世何人哪 朝廷丞相 划信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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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仪 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司马仪受禅蒙冤 皆朕之过也 今大敌犯境 朝廷危难 为卿可承大任取水火 护国安民 召司马仪领标记大将军 代平夕大都督 统领中原各部兵马 即日起军迎敌 钦此 陈接旨 仲达呀 钟老太傅 可是以全家五十三口人的性命 保你出山哪 在下也是以全家老少 四十七口人的性命保你啊 加起来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口性命啊 华丞相 华丞相 有人说我是英史狼蛊之徒 害得我连自家性命都难保 岂敢再承担百口之性命 仲达 何必挖苦呢 在下给你赔罪了 军情万极 恕我不风扎了 你即刻返回洛阳报之陛下 我即日便赴婉城将军府上任 遵命 刘仲达 音乐 刘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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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川依旧 孤沾长山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见殿平生之微愁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药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失去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与天地同生